哈喽大家好,我是玛丽欧 我是Juju 我是杨立民 阅读提案 我们每周轮流分享一本书 本周是我的书《农物特报》 我们很久没有那个来宾来节目上面 对,还是作者本人 上一次就是聊太开心 然后被警告说以后不准再邀 再邀作者来这样子 太长 对,好 那这一次邀请立民来呢 是因为他有最新的一个作品 刚刚讲的《农物特报》 拿到了第48届金鼎奖图书类的得奖作品 那金鼎奖是文化部办的一个国家级的奖项 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奖项 然后那《农物特报》拿到的是图书奖 对,好 那《农物特报》是一本散文嘛 应该是散文这样子 啊,你会看散文吗? 我以前会看散文 但都是在要考试之前不想看教科书的时候 然后会选择用散文逃避一下 散文只是勉强比教科书好一点嘛 就是小说 然后教科书然后中间散文 那时候就觉得散文比较有共鸣 为什么? 就是可以稍微跳脱一下即将面对考试的那个生活 真的? 然后去进到别人的生活里面 历明之前看什么样的散文吗? 嗯,虽然我自己是写散文的,但坦白讲我比较少看散文 我比较常看的是小说 那为什么会以散文为主要的创作? 因为其实我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中文系 那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开始在写东西 可是那时候写的其实都是小说 因为读的大部分也是小说嘛 所以自然就是那时候会自己动笔开始写一些文字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写的大部分是小说 可是坦白讲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有可能因为学校的教学跟研究的方向 并不是现代文学 他们比较着重在比如说一些古典文学啦 或者是经学文字那一方面的 啊所以等于是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引领你说 哎,你要如何去写作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部分是自己在乱写 就是也没有意识到 就是没有好好去思考说自己要如何写这样 然后是一直到了念研究所 因为那时候跑去念东海的中文说 那东海其实是一个蛮多人在创作的地方 然后也有老师会引导你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写散文 然后因为我已经那时候大概听了一两年都没有写东西了 然后是就等于是念了研究所之后才开始 呃,重拾创作 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说 那我来写写看散文好了 因为大学的时候大部分是写小说 想说那我试试看不同的文类 所以那时候就写了第一篇散文 然后后来有去投校园的文学奖 然后那时候就有得奖 所以算是蛮大的鼓励的 就觉得我好像比较适合写散文 后来就一路就这样写过来 好,所以是一出手就得奖 对 好厉害 而且她是你知道 立民她是拿到三大报文学奖 有,我有follow到这个纪录 超级强 所以你是以得奖为乐趣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学生时代就是不太想打工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孤僻又比较内向的人 所以不太想要去当家教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不然我来就是偷偷看文学奖 因为其实蛮多文学奖的奖金还不错 而且其实台湾就是各个地方都有 他们地方文学奖 校园也有文学奖 然后再加上三大报的文学奖 所以其实就是奖金还蛮可观的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就来偷偷看好了 然后也很幸运 就是在研究所的时候 几乎就是都是靠文学奖的奖金 战无不胜 超强 用底赚钱 就几乎好像这辈子的幸运 就是都放在得奖上面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讲说从小说创作 然后后来改成散文为主 散文创作 你自己的散文 你有认为你自己的散文有什么风格吗 其实一开始那时候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写啊 因为那时候比较青春 所以那时候的创作的风格又加上就是你写了之后 你就会想要去投文学奖嘛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你会比较想要展现你的写作技巧 这是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那时候是一个文青的年纪 所以你会很喜欢把你喜爱的比如说一些书籍啊 或者是你喜欢的音乐 甚至是一些动漫 就所有电影 你爱看的东西 你就会把它放进去 因为就塞进去 一方面可能展现自己的品位 因为那时候那时候年轻喜欢有点炫耀 就觉得我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借此可能也有一点点希望可以吸引到 就是跟我有一样喜好的人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 想要把它我所热爱的东西可以借由文字推广给 可能不知道的人这样子 可是后来出社会工作之后 自己开始在写农物特报 就是第二本书的时候 会有不太一样的心境 因为那时候已经就是三大包的奖都得了 已经登上顶了 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再去投就是文学奖 那时候几乎我后来就几乎不参加比赛了 所以那时候在要写第二本书的时候 等于是先去投了一个国议会的创作补助的计划 因为因为就是有一个结案的压力 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去申请一个计划给自己压力 不然我可能第二本永远会写不出来 所以那时候 可是这个计划的开头算是那时候有一本文学杂志叫 《幼师文艺》 他有就是请我写了一年的专栏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从这个专栏开始延伸第二本书 那那时候在构思第二本书的时候会想说 因为既然已经就是不需要投文学奖了嘛 所以等于是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想说 文学其实比较少人在看 然后我希望我自己的文字可以尽量不要那么的 坚涩难懂 就是我后来的文字会修得比较平易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妈妈如果看我的作品 她也看得懂 不会看不懂的程度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有这一些的考量 然后再加上 可能自己后来工作之后的一些职场的心境 或者是对于生活或理想的困惑 就是都选择把它放进去这本书 所以等于是在文字的风格跟内容方面 都跟第一本就是差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散文是 算是蛮好读 你有读过很难读的散文吗 有翻了几页就觉得先 等一下 回去读教课书好了 有没有对 因为我有有一些散文 你会很明显感觉出来 就像立敏刚刚讲 就是早期的时候 你会很想要用很难的字 然后你会用很复杂的笔法 跟很复杂的文法 然后去讲一个明明就很简单的东西 嗯 对 没错 可是你之前也是这样就对 因为也不太算 但是之前会想要就是比如说用一些 呃可能写梦境啊或者是用一些比较超现实的的 的隐喻或或意象来讲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或者是一种就是你的心境 对 可是后来到第二本的时候会觉得那一些好像是 呃没有那么必要 而且会有一点就是你自己也写腻了那样的风格 你可能会想说我要试试看不一样的文字可不可以呃正确的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看了很多比如说叙述了两页 但是他其实要讲的可能两句话就可以把它讲完 那我后来是呃走一个比较简洁的风格就是尽量不要铺陈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那个跟我可能农屋特报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很比较枯燥 然后职业倦怠的成人生活 如果我用很华丽的文字来描写比如说很疲倦的成人的世界好像也不太适合这样 所以这个这本书的题材呃都是有什么比较 因为我们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好像跟你的家庭生活好像占蛮高的比重 对 是刻意的选择家庭生活或是家族的故事吗 呃因为家族的题材算是就是台湾的散文写作者蛮爱写的一个很大宗的题目这样 那我其实从第一本到第二本我写了蛮多都是有关于家族的事情 因为我大概我到现在已经快要40岁了 我现在还是跟我的妈妈跟哥哥住在一起 等于是我从出生到现在我都还是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 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如果抽离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骨僻 然后呃个性算是比较自主性的人 但是我却一直跟家人住在一起 因为其实很多人到上大学的时候会选择比如说离 比如说比如说如果我是住中部的话 我可能会想要去北部或南部 就是借此脱离 对对对对 然后想要自己过一段独立的生活啊什么的 可是我好像呃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可能只是因为自己也就是比较懒得去移动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一直选择待在我自己的家乡 然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也会有很多困惑的地方 比如说我的生活为什么一直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选择 有时候在书写的时候反而这一些困惑你会慢慢的浮现出 因为你平常其实说实在在工作或生活你不会想那么多 不会想说我人生为什么会走到现在的这个这个处境 或者是现在这个状态 然后可能就是你打开笔电 当你开始要书写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想这一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你要慢慢的开始去面对自己 那面对自己最我觉得要大家要走的第一步 大概就会从你跟你的家庭然后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开始 就是我我比如说借由我跟家人的互动 所以可能后来慢慢影响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等于是家族或跟家人相处的的细节或题材 一直是我作品的蛮重要的一个主軸 嗯你在书里面就是有描写蛮多 妈妈可能她会念经啊然后会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一开始就有放生这件这个东西 就在群組里面团购然后去放生这样 对 那可是这个有影响到你吗 就是她的这些行为或者一些信仰上的想法 对你来讲有什么影响或变化吗 嗯影响当然是会有影响 因为我的我的母亲啊她算是不管是在因为家人之间一定会有世代的 比如说代沟或者是落差 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教育程度的问题或者是她工作 就是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到 可是后来自己长大之后比如说我在跟我的母亲聊天 然后她时不时就会冒出说比如说她如果对一个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很离谱你怎么会这么想 然后我就跟她讲我的想法嘛 然后她这时候一方面她可能不能真正理解我所要表达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她可能也会觉得我六七十年 我就是一直秉持着这个价值观这样一路走过来 我为什么要改变我都已经那么那么老了 然后最后她就会落下一句话就意思就是说 啊反正你们书念的比较多你们那个知识分子讲的话我都听不懂 就类似会有这样的言语就是反击你就对了 因为她讲不过你嘛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你 所以她每次都会用这种就是 就是啊你脱脱脱脱了 然后你讲的话我都听不就会用这种就是来跟你做对抗 情勒啦 对就是坦白讲就是情绪勒索 然后后来我在面对比如说这样自己的长辈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矛盾的心情 因为其实我的母亲是非常照顾家庭的 然后她同时也是一个你要说她很善良很慈悲 也是因为她就是长期的信佛 然后吃树这样子对于动物然后众生秉持着慈悲为怀的心态这样子 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在一些观念就我们现在就是有接受了一些 比如说比较进步的人权观念啊什么的 然后环境教育之下你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想会会觉得甚至到有一点惊悚的地步 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蛮无力的 因为这个东西你想要去跟她做沟通的时候 你一方面又会觉得我好像比如说我在研究所念到的一些东西 一些言语你好像都没有办法正确的传递给她 让她真正的理解说我想要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样 然后她讲的东西我好像也不能理解 就是或者是我可能去拒绝理解也有可能 所以久而久之后就会变成就是我们虽然会聊天 每天下班之后会跟我的母亲聊天 但是我们聊的都仅止于生活层面的 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做了什么中午吃了什么 晚餐你要吃什么大概就变成这样 然后真正你要聊比如说观念上的 你对于你最近的生活你老了你会不会恐惧什么的 这个是等于是你没有办法去互相理解或者是去沟通的 那这方面就是会造成一个怎么讲很大的期待的落差 我就会觉得说我这一个好像用文字来做表达的人 可是却跟我的亲近的家人没有办法很好地互相理解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语言或文字 到底可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或者是跟我们亲近的人 彼此过得更好或更幸福 那这个主题可能或者是说这个困惑也是农物特报这本书想要表达给大家去思考的 我自己好奇的话是刚刚有提到主题跟写这本书 所以是先定好我这本书想要写的主题跟内容 然后才把文字伸出来 还是说会是我平常就有在写或您刚提到那个诱诗的那些专栏里面的文字 再把它拉出来 然后觉得这几篇不错 然后集结成册 成书的过程 就是怎么样挑这些篇章 然后怎么样做排序 因为我知道好像你大部分顺序是你自己排的 好像不是编辑排的 对因为一开始是因为诱诗的那个专栏 那时候有写了几篇 但是文字的量不多 因为专栏其实都比较短小 顶多就是一千多字而已 所以每一篇的篇幅都比较短 然后那时候写那个专栏结束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大概有累积了一两万字 就是几篇加起来 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发展成一本书 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己 因为我自己并不是 怎么讲 灵感型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好那我要来申请一个计划 所以我就拟了大纲 然后把所有的篇章的题目也都拟好 就各个篇章都全部都先写出来都拟好 然后等到计划过了之后 我就按照每一篇的那个 就开始慢慢的写 是这个方式 然后顺序啊 就是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补助计划 并不是叫农物特报这个名字 那时候是取了一个叫什么 尖系 尖系 就是缝隙的那个尖系这样 但是后来出版社觉得农物特报比较顺口 也比较有记忆点 这样才选择用就是农物特报这个篇章作为书名 然后那时候已经计划都结案了 那时候其实后来要给出版社的时候 其实里面的篇章我几乎就都没有再改了 只有一些篇章有稍微的调整过顺序 然后比如说最后一篇变成是害怕黑暗 然后也是后来就是自己在看过整本书之后 稍微的把它调到 比如说最最后一篇作为结尾这样子 所以那个我蛮好奇 其实那个补助计划 是要就是要完成一本书吗 他的计划的核心就是要完成一本书 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一本小说或者是一个诗集 他几乎是以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可以称书的量 比如说几万字这样 好试书 所以是要到出完书才算结案吗 还是只要有出版社愿意出就算结案 他不是以出书 他只要你有写到你 比如说我的你计划的内容 本来说我预计 写了比如说预计要写30篇文章 然后可能总字数要7万字 你只要有达到这个 然后距离就是你写的东西 就你原本提的计划 如果没有太离谱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结案了 那你要不要再去给出版社出书 可能就是你自己跟出版社的事情 OK 诶 这你也蛮熟的 对啊 写补助啊 我刚才想问你 是不是在帮你自己问 因为你也想要出书 我也想要出书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出书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对 我觉得应该说好像可以再切回到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其实我在阅读的时候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本很厚的书 就是大概220页 然后总共其实就分五个章节 就跟观众介绍一下 听众介绍一下 五个章节 从身体恶意幸福路上到原油 最后是害怕黑暗 对 那在章节的编排上 想说可以请作者立民 你干嘛看着我 请作者解释啊 作者立民来跟我们介绍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用这个顺序 对 因为这个 这个其实之前在 刚出书的时候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书的顺序 你是怎么编排的 对 然后我那时候 就是也是想蛮久的 因为坦白讲 就是作品的顺序啊 文章的调整 大部分其实我是靠一个直觉在调的 然后那时候会想说 因为第一篇是一个讲父亲的篇章 所以那时候会想说 其实我爸在我写那一个 幼师的专栏的时候 就是等于是开始写的时候 他还在 然后等到专栏结束的时候 他就过世了 因为那个专栏算是这本书的开头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 那就以父亲的篇章做开头 同时也以父亲的篇章做结尾 这样子会有一个循环的概念 因为我觉得在 我自己在编那个顺序的时候 有一点像是你在做一张专辑 就是有A面B面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在听专辑 现在没有AB面这种东西 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个 你自己想要表达的 不管是时序 或者是概念性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首尾会比较想要放 比如说家人家族的事情 那中间的部分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职场 或者是跟男友之间的相处 或者是文学的困惑 人生的困惑之类 大概是这一个排序来做 整本书的编辑 那个在书里面 就是感觉父亲的角色是 我自己觉得是蛮微妙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有看说 之前的书里面提到 他是不在 就是你会描述说 他是一个不在的父亲 所以其实你妈妈都在 然后父亲常常不在 可是我总感觉 他在书里面的存在感 其实蛮重 对啊 因为应该说 我觉得台湾文学的创作里面 这个不在的父亲 或者是感觉没有用的父亲 就是这种角色的形象 其实出现在非常多的文学创作里面 因为人家都会说 一个作者 他最常书写 其实就是他的童年 会会会这样子讲 或者是你的 你的原生家庭 那在一个不在的父亲 其实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他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尤其是 因为我后来 自己在书写的时候 有时候想想起小时候的事情 会会会好像瞬间 回到你小时候的场景 比如说 因为长期的父亲都不在家 你可能小时候会有一种 常常会觉得不安 然后会觉得 自己是不是要被抛弃 的那一种感觉 因为其实随着你长大之后 你对很多 这种很敏感的情绪 你会就不存在 或者是变得麻木 因为你会想说 自己已经长大了 一方面不会去感受那么多 一方面也会觉得 好像不应该再继续 把脆弱的一面表现出来 所以等于是 当你自己在独自面对着文字的时候 你才会去回到那个小时候的场景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小时候的那些比较不安的情绪 好像都是来自于父亲长期的不在 或者是比如说父亲的不负责任 导致家庭氛围的不愉快什么之类的 所以等于是父亲算是一个蛮影响我 人格 人格成长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虽然他的不在 可是反而是因为这一个 他的不在而影响了一个小孩子的成长 跟个性变得现在如此孤僻的原因吧 跟你好像差蛮多的 对 你是都在 我是应该跟我家也是那个 要怎么解释啊 就我家 我跟我爸也是在最近才变比较熟 对 在那之前其实他对我来说也是经常不在 真的哦 对 只是我好像表达都会比较直接 OK 对 这蛮妙的 因为我爸是尽量都在 因为他很喜欢 他很练家 对 他很练家 他是可以直接用练家来讲 他每次就会喜欢待在家里 然后喜欢带着就是家人出去 然后他会 他需要调动 他的工作需要调动 可是他会想尽办法 不要调动 嗯 他会想尽办法让他的 因为他以前是军人 所以他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留在台北 所以就会影响到他的深浅 但他无所谓 他就是要宁愿待在家附近这样子 所以给我是蛮不太一样的影响 这样你就写不出农物特报了 我就写 我都 我那个都在的附近 对 好 所以你会觉得 因为我不知道 究究怎么样 但我在看的时候 我前面看一看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沉重 我会觉得有一种蛮大的一种 就是有点累 就是会读一读会觉得有点累 这是你有刻意为之吗 嗯 但是我好像从第一本书 世界是野兽到这一本 农物特报好像读者给我的那个就是读后心得 大部分就是我觉得好沉重哦 就是读了不是很愉快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吗 因为好像自己在写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然后同时也会觉得 我觉得好像还好 因为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成书之后 就是整本书都写完之后 我其实很少会再回过头去看我自己写的作品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会忘记就是我到底写了什么 这是一个部分啊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跟当初就是因为整本书我会希望他维持在一个 一样的基调跟风格 那所以那本书当初在定位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他的主轴 所以这本书本来一开始在写的他的概念 就是一个比较沉重 同时也是一个文艺青年 他出社会工作之后 然后好像跟文学渐渐脱离了 然后他同时也对于自己这样的自己感到很困惑的时候 那该怎么继续你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你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理解你自己的改变 所以那时候这个主轴就是影响了我这本书 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想说 就是第一本书跟第二本书其实都写的蛮沉重的 偶尔也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写一些比较 没那么沉重 对让人家看了不至于心情不好的这样 所以可能 写不出来 也是也是应该是可以啦 只不过就是可能还是要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让我去发展成一本书这样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文化单位工作 然后对于地方的一些文史 其实也是很感兴趣的 只不过有时候 因为就是为了一本书的完整性 我不会把我自己知道的或者是我所要 我喜爱的任何的事物都放进去 就是要有所取舍以维持它的完整性这样子 那可能以后说不定可以发展一个比较轻松的 但是同时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个认识方面 或者是有意义的文字这样 因为其实我的 我有一种感觉是 在读的过程会觉得它 就其实好像你随时可以把它写得更黑暗 但是有一种读一读会觉得好像在这边踩了刹车的感觉 应该说也有这个用意啦 但是别人啦 就是读者一般看了就会 已经会觉得我写得好像已经蛮黑暗了 然后比如说看完书之后也会问我说 你身边的人被你这样写进去 比如说家人或者是男友 被你这样写进去书里面 他们不会有意见吗 就是因为其实并不是写什么正面的事情 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回想自己在写作的那个状态 我就只好诚实的回答说 其实我好像自己在写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到这些 并没有考虑到被我写进去的人 他读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或者是会反对意见什么的 我好像那时候在写的时候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因为我自己在 比如说把母亲父亲或者是男友写进去 有时候是因为我从他们的 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上面 截取某一个部分 我想要探讨或者是我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或者是不能理解的部分 我特别把它标示出来加强它的这一部分 然后来阐述说我这一本书想要表达给读者的困惑是什么 或者是我的理解是什么 可是并不代表说他现实生活中 他就是完全全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可能只是某一个部分特质或者是某一个事件被我写了进去 就是这样而已 因为我自己是这个看法 但是可能别人会觉得你这样子会不会有一点 就是你的现实生活跟作品的距离 或者是你是不是没有做得很切割之类的 可是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这部分我倒是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跟我抗议 你说你的周围的人没有人来跟我抗议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有人来跟我抗议了 说我没有那么坏你把我写那么坏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到时候再检讨了 遇到再说 遇到再说 没有我好像有看过说 就是你拿玲珑三的那一个作品 然后你父亲看到的时候好像他是有一点意见的 他好像有一点不开心说 就是意思是说我哪有这样这样 但是我妈就立刻回嘴说 你本来就是这样啊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落幕 就不了了之 就不了了之 对 这么容易 好所以因为刚刚讲那个 其实我其实也常常在想这件事情 就我在写作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说 到底这个可不可以写 对 就是一些好像真实发生的东西 有一些可能朋友你还好 给他一个代号 给他代称 也不会有人会发现这到底是谁 自己要对号入座我是没有办法 但是写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比较亲密的好朋友的时候 就会很直接 大家就知道是谁 就是谁这样子 对 然后看到的时候可能就 原来他是一个 因为很容易大家会有一些 比较刻板或记念的印象 会觉得说 假设你没工作在家 好像就不是很好的感觉 这是事实 没有错 可是需要写出来吗 有那种感觉这样子 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就会 偶尔的确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如果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子 但听你讲好像其实没差 或者是他们心里面其实有受伤 而没有跟我讲也是有可能 不跟你讲 对对对 或者是比如说他嘴巴说 不会啊 我就是尊重创作 尊重你的创作 但是其实心里面有透透受伤也不一定 还是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那我觉得就是看一个创作者 你自己个人的选择 我并不觉得哪样子就好 哪样子就不好 也是有就是非常顾虑 这一个事情 就是他会有他的界限在 比如说他绝对不写什么样类型 或者是太过家人 太过负面或太过实面的事情 他是不写 就是每一个写作者 会有他的伦理的界限 那我觉得我都尊重 而且有时候我就觉得 如果我写亲情很和乐 很温馨温暖的那一面 也是有很多很好看的作品 而且我自己也蛮喜欢这样的作品的 那只不过 比如说如果人家问我说 那杨丽敏你为什么不写这方面的 那我可能会回答说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比较擅长写一些 比较黑暗 就是我的困惑 我会写的比较好 那比较温馨和乐的 当然也是可以写 但是我觉得那方面 我的文字的运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显现不出我的特色之类的 就是因为你还是要做创作嘛 我还是希望说就是 我的文字呈现上面会有 会可以形成我自己的风格跟独特性 以及我这一本书在现在的台湾文学 比如说在散文类别 我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辨识度啊什么 也会考量很多啦 所以我就会选取这样的题材 就是你会写你自己擅长的那个部分 可是也并不代表说 怎样就好或怎样就不好 你会你都是在什么时候写啊 就学生时代时候 因为学生时代就是可能你上课不会每天都需要上课 因为研究所课可能可以集中在两三天 然后其他的就是我可能就是早上五点就 就是利用清晨的时候早上五点起来写 因为那时候头脑比较清楚 成型人 对我是成型人 然后但是因为后来工作了之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五点再起来写 因为很累 所以那时候工作了之后就变成选择只有六日 因为有时候我的六日是有活动需要去上班的 有时候六日放假的时候我才有时间写这样 所以都压缩 所以这一本农物特报纸都是压缩在周末的时候写的 对而且就是赶在结案之前 结案是有压力的 有压力的确实就写得比较快一点 没错 那你写作的时候会有什么仪式吗 仪式喔 会要进入到一个写作状态下 比如要焚香之类的吗 沐浴更衣 好像没有欸 顶多就是泡杯咖啡就是提提神这样 没有欸 我就是写作真的很平淡欸 对我而言 OK 但写作的过程应该也是一种抒发 还是说比较像整理自己的状态 你有一个daylight在那边 你还在那边抒发 对不起 还在 我不知道会吗 欸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在写文字吗 我被压得有点痛苦 我想想看我上次写什么时候 前几天啊还好啦 还有写一点东西 我好像不太会 有在写facebook 对啊 我会写社群的 但是不是这种长文 可能就五百 最多五百字的那种 嗯 对 但我的也还是有啦 我以前管理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可以比较多时间写 对 那你们写文字的时候是 会觉得蛮愉快的吗 还是有一个 梳理自己可以抒发心情的作用吗 我写完我蛮开心的 对 但我比较会是 我出了 最后贴文出去之后 我再回去 然后重复大概三四次 这句话要再往前掉 这种 比较精致一点 对 精细一点 那我写完我也觉得蛮开心 都可以完成了一件事情 那种感觉 那很好啊 那你呢 因为我 被夸奖 我觉得我会 从事文字这条路 有一点奇特 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到大 很不喜欢 写文字的人 就是我也没有任何 写日记啦 或者是后来 社群平台很发达之后 也不会在上面 发文 写一些自己的 心情书发生 就完全没有 就是我完全就是 能不写 就完全不写的人 的那种人这样 所以 写文字对我而言 其实算是一个 工作 然后因为是工作嘛 所以就会蛮痛苦的 然后就是 比如说有一些 我知道有一些创作者 他就是 平常不管在工作 还是什么 他就是常常会想到 有一个事情 我可以怎么写 我可以怎么做 然后我下一本书 就开始构思 但是我是属于 完全平常 不会想这些事情的人 然后 我当我要开始构思 说我这一篇文章 我要写什么时候 就是当我 打开笔电 坐在笔电前面的时候 我才会开始想说 好杨丽敏你现在 已经要开始写了 好赶快来想这样 大部分是这样 然后才会开始写这样 所以等于是写作 对我而言 有一点点 算是蛮痛苦的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 你一方面当然会 就是好像梳理自己 比如说沉淀自己的心情 然后但是同时你也 要面对你自己 对 就是去想说 我从以前到现在 这一路走过来 然后我可能做了什么错事 做什么错误的决定 或者是我怠惰了什么 就是会有很多 压力也太大了 压力很大 就是你会开始想一些 就是你自己的缺点 因为我可能是属于 比较没有自信的那一类人 所以当你开始 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总是会回想起一些 不是很愉快的部分 所以 然后你自己在写的时候 又是这个调性嘛 这本书的调性 所以等于是 你在写真本书的时候 就会充满了 各式各样的痛苦 这感觉不容易 在这样子痛苦的状态下 那未来还会有想要创作吗 在申请一个补助案之后 再说一下 应该还是会 因为其实虽然说 写作对我也蛮痛苦的 可是一方面又会想说 他既然是一个算是工作 所以会觉得 好像一个创作者 一个作者 应该是在大概 三十几到四十几左右 应该可以算是 一个作者的写作的黄金期 那如果这一个阶段不写的话 我可能就会错过 比如说等我退休之后 我就想说 等我退休有闲暇的时候 我再来写作的话 可是我那时候可能已经脑袋不好使了 就是因为已经身体机能都老化了嘛 可能我那时候文字的运用 应该没有办法像现在那么好了 所以即使现在觉得很痛苦 不太想写 还是要 可能要逼自己写 OK 所以就是接下来还是会有新的作品 对但是可能会比较慢 等一阵子这样子 我以前曾经想要写 我突然想起来我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老师会问说 大家以后想要做什么事 好奇怪 会很奇怪吗 那时候应该 会啊 很会啊老师都会问 对然后 我记得好像班上有 两个人说想要当作家 对 然后我是其中一个 然后 很棒 老师 谢谢 如果我是老师的话 会给你很大的鼓励 太好了 国文老师 诶是国文老师 忘记了 然后反正他说 哦 然后我们两个人 然后其中有一个 老师就问他说 那呃 你想要写什么 他就说小说 就他很笃定的说小说这样子 嗯 然后 老师问我说你想要写什么 我就很笃定的说 我要写散文 哎呦 好特别哦 对 我后来回想我也觉得很特别 就我想说 诶其实我蛮喜欢看小说的 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 写散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结果呢 我们两个人现在 我我们是 我是媒体嘛 我做记者 嗯 然后 算是某一种 即时文学这样子 对 然后 我同学后来当了导演 所以也算是某一种 小说创作 也可以啦 对 那搞不好后来还是会去写小说啊 对 不一定 真的 他现在是改编这样子 好 那 今天是我们这一集的阅读提案 然后 呃 作者杨立敏带来他自己最新的创作 农物特报 那这是一本三文 刚刚GG有帮我们介绍 里面有五个章节 就是第一 专辑概念嘛 从第一集到第五 集一到集五 不同的内容 那里面有蛮多的 关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个 去梳理 还有关于家族的一些故事跟想法 其实农物特报是其中一个篇章啊 另外里面 还有一个篇章 刚刚没有聊到叫幸福路上 那幸福路上 其实可能也是蛮多人会 特别 有感觉 就好像 呃 丽敏以前 说自己会一直写下去 然后就后来发现在 幸福路上里面 阐述是说 不写 日子好像过得也蛮 蛮幸福的 不写的日子也挺幸福的 好 那这个作品是第48届 金鼎奖图书类的得奖作品 那这个金鼎奖在接下来陆陆续续 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跟奖作 那如果各位对于这个 金鼎奖的活动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金鼎奖的 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 相关资讯 我们也放在节目资讯栏当中 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阅读题案 希望你听得开心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话呢 请到我们的Facebook或IG上面 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 听得很开心有收获 也麻烦帮我们分享给你的朋友 就是这一集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